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极星2究竟和其他的新能源汽车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极星2的外观 第一眼看到这台车我觉得它有一种建筑的冷静感 它不像我们现在当下流行的那种流线型的线条 相反它有一种建筑的折线的线条应用在车身的设计 比如说车灯的外延线 以及进气格山的这些造型的设计 以及车尾的折线 这一切都让人感觉这台车有一种冷静的感觉 而我们的女性看起来都相对来说柔美一些 那我站在这台车身边 似乎有一种反差门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方面 比如说门把手 我们可以看到极星2采用的是传统的门把手 那为什么没有采用当下流行的一体式门把手呢 因为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 车门其实是让成员逃生的最佳通道 所以极星2把传统的门把手保留了下来 那么极星不热爱创新吗 其实并不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后视镜 它采用了一个无边框的后视镜 这样做呢 第一是好看 第二空气动力学效应会更好 但是你要调节角度的时候 只能采用一个整体调节式的后视镜 由此可以看出极星在需要的时候 还是会不惜成本的去做创新 从女星的视角来看 极星2的内饰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暖 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白颜色和碳素黑的内饰配色 的确看起来有一种冷冷的感觉 但我更愿意相信 真正的温暖是来自于喝火 来自于安全感 为了能让用户感受不到太多的距离感 在中控屏这个区域 它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物理按键 是在这个位置 这样呢 更好的便于盲操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控屏和我们当下流行的屏都不太一样 它采用了一个纵向的设计 而且是黑背景 大字体 与此同时 它的使用逻辑非常的清晰 这样做的好处呢 第一是便于盲操 第二个是更容易适应 这就和我们的家一样 我们在家里 其实不需要适应 只需要依赖 只需要习惯 所以 极星2的极简设计 其实是想给我们消费群体一个小小的港湾 不需要太多的探索 就能洗去我们周身疲惫的移动空间 当我们车辆驶入地库或者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发现在天窗这个位置 还有在挡霸这 它都有一个新型的图标 也就是说 当你在抬头或者低头的瞬间 你就会被它的这些温暖所打动 作为一个新能源车型 极星2在它的数据层面表现的其实并不是很激进 它的双电机版本最高的续航里程是达到512千米 百公里的加速时间也仅有4.7秒 那么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纯电车型来说 并不算是一个很高分的成绩 但是它真的不够优秀吗 我不这么认为 至少在开车这件事情 我觉得过程比它的结果更重要 其实在这台车上 它应用了一个Brambo的卡钱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Brambo这个品牌 但是大家不知道 Brambo卡钱究竟厉害在什么地方 这就要从我特别热爱的F1赛事来说起 我们都知道上海国际赛车场 它最长的直到长度是1,175米 那么F1车手在这里急速是可以达到330公里左右的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 它们要降到80多公里每小时 它才能够更稳定的通过这个弯道 那么如何能够安全的通过这个弯道 这就要靠我们Brambo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个弯道车辆的惯性也非常大 速度也非常之快 那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刹车盘与这个车辆的惯性 以及动力输死搏斗 它才能够更顺利的过弯 做到这个的就是Brambo卡钱 那么极星2高性能版本中 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Brambo卡钱之外 它还采用了Allings的避震器 这也是我们这些热爱赛道的人非常熟悉的品牌 说明极星呢除了想节能之外 还想让我们这些内心热爱驾驶的人 保持住心中的那份热爱 而且在高性能版本车型中 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比如说在我们的安全带 在我们Brambo卡钱 还有Allings避震上 它都采用了这个锐点金的配色 那这样子说明什么 说明极星有一个理念 就是在我不该低调的地方 我一定要耀眼多目 那么说了这么多大家能看到的 我再说一个大家看不到的 我们都知道车辆的重心越低 车辆的操控性就会越好 那么极星二是怎么做的呢 它把整个电池组镶嵌在它的底盘上 然后让这个车辆的重心降低 在过弯的时候它就有更好的稳定性 综合极星二的外观内饰以及它的性能 我们可以看出极星的理念 它和我们当下流行的这种吸引力不一样 它仿佛像一种深不见底的湖 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 当你潜入其中 你才会发现它最原始的那种魅力 它是相当的 那么有没有 我们在你之间的 跟他影响 它是相当的 现在是相当的 非常感悦 您 sight这种事